除了衣服要多穿一点 当然天气转凉的时候 也到了吃羊肉茹进补的季节 但现在羊肉价格飙涨一倍 产地价一斤羊肉从原本的80元涨到了150元 等于是让店家苦撑着 只好在用料上瞧瞧缩水 像原先一盘沙茶羊肉会用到一两半的羊肉 现在缩减成了一两 而羊肉茹原本应该有10块带皮羊肉 现在也缩水 剩下只有8块 大火快炒粉嫩粉嫩的羊肉伴着沙茶 香味瞬间扑鼻而来 但现在羊肉价长 店家又怕提高定价会吓跑客人 只好在用料上瞧瞧缩水了 羊肉价格居高不下像这样子一盘沙茶羊肉 老板的利润竟然不到两成 原先能赚5成以上 如今两成也赚不到 难怪炒盘肉都得斤斤计较 就连进补首选的羊肉炉 原本一份有10块带皮羊肉 也因为成本考量变成了8块 原来因为饲料大涨 养羊厂少了一大半 羊殖减产羊肉价格也跟着飙涨 公社产地价一斤羊肉 就从80元涨到了150块钱 市场上一公斤的羊肉 也从150元涨到了270块钱 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羊汁供需失调 羊价翻倍 专卖羊肉的店家只能减量苦撑 天冷想吃羊肉炉进步的民众 恐怕也只能吃到 稍稍缩水的羊肉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台南高雄报道